1949年随蔣介石到台湾的一些老兵死了 他在台湾有一点遗场 那么他嘱咐由大陆的亲属来继承 那么谁是他的亲属呢 要有证明说 某某人是某某老人的儿子、女儿或者孙子 然后这个文书要拿去公证 那么这时候怎么做呢 落实国家和国家之间他用领事办法来认证 就是驻外使领馆的领事来验证这公证书 我们是一个国家 大陆和台湾没有统一但还是一个国家 我们不能照搬外国领事验证的办法 只能我们自己通过三谈 去找到一个既能解决问题 又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 这个办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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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种法 我们是一个国家的带来的 我们是一个国家的带来的